Hello 今天的話題未必適合一些 想聽一些身體健康相關的東西 因為今天的話題是會講關於高河的 其實不少人就在WhatsApp 就問我想做連結高河 我想問這樣那樣 首先我想說 你事先未必需要讓我知道太多東西 甚至你不說也可以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你都不想我有Bias 你都不想我知道太多 而相反 你來到的時候 你直接將你想問的範圍 或者你想處理那樣東西 在現場的時候才告訴我 可能Bias的程度會大大減少 第二樣東西 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說了很多次 高我做事不用理解 他可能會說一些你覺得 你為什麼說我萌室 你說我讀宿 你說我沽寒 說我計較 說我個人不容易原諒人呢 但是這些東西就是你自己不會看到自己有這件事 但是身邊的朋友可能會覺得 他就是因為這麼孤寒 這麼度縮 這麼計較 所以就沒有女兒了 又或者說 這個人妒忌心很重 然後 什麼都要做事 可能是因為這些東西 而你很難有男朋友 但是你身邊的人知道也好 他未必會告訴你 而當時人家相信我 十個有十個都覺得自己 我是指英天上有的 就不應該 單身是不應該輪到我的 但是這些就是 我們看到身邊的人 單身 他好恨拍拖 好恨結婚 好恨生孩子 但是偏偏沒有 不只是因為眼角高不高 眼角多高都可以 你自己是那個level 就可以了 所以英文所說的 大家都是那個league 但是 那時候我會說這些 你未必對聽 忠然易見 我們甚至看到那些 那個我一直在秉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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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 有些人說他的種種不是 是說十幾十個項目 試過的 見識過的 但是呢 是否一定是這麼困難呢 不是 但是這個世界就是 叫做tough love 就是 這個殘暴的愛 有些人是 我們叫做 唔唔唔鬆化 或者是 你稱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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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是 你心感情地聽 你明明嗎 因為你既然會問他 他就會告訴你 你在障礙你的是甚麼 例如你說 在障礙我的事業 即是阻礙我事業成功的 阻礙我發達的 阻礙我感情緬滿幸福的 到底是甚麼 你稱呼我便會說 在我的個例子 就是去年高我跟我說 我的家族創傷 是遺傳了感情問題給我 那這個我很清楚知道原因 因爲我爸爸本身有個婚姻 後來認識了我媽媽 我之所以可以出生是 源於我爸爸的大太太的重大犧牲 所以在家庭排列的角度 是解釋到這件事 但是你去找算命佬 他講不出這件事給你聽 我來工作人員都知道 其實我也有講過不少例子 尤其是想煙貢私食工作人員 有講過其實算命佬什麼版本 我也聽過說我老公帶我31年熟牛 不是 然後又說你結不了婚 這個我聽過最多次 你是做人依賴的 其實以我的性格 如果大家認識我 就不可能 然後說你加不了 什麼版本都有 是真人真詞 現在還說我和黑社會大佬一起見 現在怎知道我老公是一個 超級超級的大好人 超級好的好老公 是真的三生有幸 可以和他在一起 可以和他結婚 而這件事我相信 如果不是因為我去年自己連結高我 第一次出來就說 我有一個家族遺傳的感情問題 清了他 第二次再做就說 你的夫妻公現在負90還是95分 我可能不記得exactly多少 總之很醜 叫我調整幾句 然後我和我現在老公 就在一起了 其實我們認識了很長時間 認識了很多年 但是永遠步伐不一致 所以 所以 我是覺得 沒有東西比清理更重要 而你問誰都沒有用 不是說完全沒有用 作為參考價值 但是 沒有人會給你的功 更加清楚 你真正需要解決什麼 但是 忠言逆耳 你明白嗎 你未必聽到你很想聽 說 哎呀你真是很好 你真是很嚴肅 你真是很有美得 是渣男不懂得欣賞你 是女生貪錢 所以不珍惜你 他不會給這些 令到你自我感覺良好 嗨嗨的版本給你的 他會跟你說 你要處理 你要面對的是什麼 而不會是 躺這樣哄你開心就算 說真的 如果你要躺的話 你找一些好會說話的 江湖術士就更好 因為我都說 其實很大機會 你聽到是Tough Love的版本 OK 第二件事你要留意的 就是 除了你真的要不要玻璃心理 這個第一個點 忠言逆耳 第二個點就是 你不要想著高惡幫你做決定 例如說 我做不做手術好 又或者說 我非不非他好 第三 我移不移民好 這些你不要問 因為為什麼呢 高惡他不是答不答你的問題 連我都會不做的 其實 因為你要為你的人生負責 你不要把責任外判給人 甚至是你的高 我都會說 他看著你的成長 他看著你的靈性成長 但是每一步都是你要自己走的 你好像一個柔子歸來 他看著你在最遠的起點 慢慢一步一步靈性成長 去到跟他最高維度的自己結合 道家講的聲仙 佛家講的聖佛 其實就是跟自己真正的如來本性能夠結合到 發現那個就是真實的自己 所以不要把責任外判給高惡 甚至是神 其實我之前有提過 當然也有很大機會得罪人 其實不同宗教 不同文明裡面所說的神 其實就是高惡 你高惡不會幫你做決定 你不要說 如果你覺得我應該怎樣怎樣 你就給我一個信息 就是給我一個啟示 給我一個信息 你做 你想要的事情你就去做 你就去爭取 譬如說你決定了 要跟一個人在一起 不論這個環境述疫 不論疾病健康 你決定要跟一個人在一起 哪怕他有千百樣的決點 哪怕世人反對 他父母不容許你們在一起 你請求你的高惡幫你 因為你已經做了決定 你願意為你的決定 去承擔責任 他會幫你 如果你決定了 我一定要跟這個人分開 無論如何我都會跟他分開 因為他是一個很toxic的relationship 這個關係很有毒的 令到你身心俱疲 令到你完全沒有辦法 好好的愛惜自己 我亦都會幫你 但是如果你說 我想看看我應不應該跟這個人在一起 那這些你可以找塔羅牌 你可以找其他的江湖術士 可以幫你分析這個好處 但是高我不是做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說 我想高我講關於我健康的事 可以 我想高我講關於我的感情 可以 你可以這樣去聽聽你高我有什麼 告訴你 但你不要交個決定 扔個球給他 因為他不會在這個情況下幫你 希望大家明白 還有我一再強調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想連結高我 我們永遠都是建議 客人先清美麥倫 因為你清美麥倫之後 你絕大部分 那95% 我粗略估計 你的那些糾結 還有那些卡住想不通 不停滑滑的那些東西 其實已經清掉了 所以你就已經 分分鐘你本來想問的東西 就已經不用問了 你想想的東西清晰了 你想想你家庭塞了 然後你天天在滲 那些水去得好慢 和很臭 那你就通了它 通了就整件事不同了 其實我有一個比例就是 其實我結婚 我可以不再婚紮 我可以不找Cherry Wong 即是我的化妝老師 幫我做化妝的 我可以不化妝 穿著水衣去註冊也可以 法律上是容許的 但是為什麼我要做一件漂亮的婚紗 我還要斷食加上24天 我想說分了兩次 第一次14天是拍照 第二次是10天結婚 然後找Cherry Wong老師幫我化妝 然後設定頭 請賓客 做那麼多大龍鳳 為什麼可以做這些 因為我想我這世人一次的婚禮 可以盡善盡美 所以你的人生 你想不想過得更好 就是你決定你遇清麥倫 你不清的話 你一樣可以繼續過 但是身體功能會變差了 因為背後的能量供應變差了 你的人會糾結 你的祭慾會發覺 好像那個倉鼠在路面 不斷跑來跑去 好像見不到終點 但是如果你OK就OK 因為它也是一個祭慾 它也是一種經歷 這個世界 不是所有人都會聽到我的節目 不是所有人都會聽得懂廣東話 不是所有人聽了都會相信 和覺得要清晰 所以每個人 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高我是這樣 你都應該要明白 我們要這樣做 所以譬如有些人問我 我生酮 如果有什麼問題 包括你對營養 身體功能和症狀 我不是醫生 但是你可以問我 我用我的角度去答你 功能營養學 功能醫學 營養 生酮 生酮 斷食的角度去答味 包括草藥 情緒相關的處理 可以透過capping的方法 化精 催眠 這些方法去幫你 能量 例如麥倫 經樂 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可以問我 寄個問題過來 如果你不介意 我在這個節目上 可能會播你的錄音 讓大家聽到你真實的問題是怎樣 如果你不想播這個錄音的話 你可以文字給我 我在節目裡讀出來 然後我解答你 如果是這樣 你就不要說自己的名字 因為 就會透露你的私隱 然後去到靈性層 譬如說 你家族裡面有什麼事 你怎樣解決 怎樣你人生會這樣 高我又怎樣怎樣 那些 甚至靈異 都可以 WhatsApp我 我們這些節目 我們這些片仔 下面都有條連結 基本上大部分的post 在我們facebook 生酮飲食的生酮 生酮感受一個council 就是crossover Wellness Wonderland OK 我們的page 你like了幫幫手 like 未like的一定要like OK forum 我們的youtube like了它 subscribe了它 開啟鈴鈴 有片通知你 好嗎 OK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